当人饿到了极致会做出何种反常的举动 一个饿了六天的母亲 慌忙的拿了袋东西 叫醒熟睡的儿子 让他赶紧一起吃点东西 自己也拿起食物一个劲往嘴里塞 但儿子看清眼前的一切却傻了眼 袋子装的哪里是食物 分明是一堆黄土 儿子慌忙的想阻止母亲进食 可母亲实在太饿了 根本不搭理儿子的阻拦 依旧一个劲的往嘴里狂塞 这位母亲名叫翠花 由于丈夫离世的早 只留下他和儿子小帅相依为命 由于翠花一直被恶病缠身 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了小帅身上 他每天都上山剪柴 然后让母亲拿出去售卖 换来一点薄粥 勉强度日 每天只有一点粥 所以母亲每次都会在自己的碗里 反扣一个碗 为了就是能给小帅多吃一点 就在俩人享受每天最幸福的持光时 和小帅一起上山剪柴的好友 去找上了门 他每天都会趁着饭点的时候 假惺惺的找上小帅 准备上山 一同去剪柴 母亲见到小帅好友并未吃饭 为母则善的他 将本就不多的食物 分一点给好友吃 小帅实在看不惯这种做法 可却没有任何办法 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小帅赤责好友 要是一直这样的话 那以后就不要再做朋友了 每天吃完饭 小帅就会和好友上山剪柴 而母亲则早早地拉着小帅 前一天剪回来的柴火 去到镇上售卖 街道上人来人往 母亲在最鲜眼的地方买柴 路过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 最后母亲还得将价格降到最低 才能勉强将柴火卖出去 也撑起了他们后一天的伙食 而此时的小帅 在山上剪柴 意外发现了地上长着一簇簇蘑 小帅望向四周 发现没人赶紧踩一下几颗放入包中 为了下次还能踩斩 小帅拿枯树叶铺好后 爬到树上 做了醒目的记号 以便下次再来踩斩 很快他和好友都捡好了柴 一起背着沉重的柴火 准备一同下山 这样一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可一切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在这座山脚下 由士兵的严厉把守 这群检查的人只能捡地上的枯树枝 不能砍伐深山上的树木 士兵看见一个女子的行为十分诡异 便白白手示意她过去 女子只能迈着忐忑的步伐向她靠近 紧接着按照士兵的意思 将身后背着的柴火放在地上 经过士兵的检查 发现这些木头还是湿润的 也就是刚从深山中砍伐下来 女子想解释和士兵并不愿意听 一脚就将女子踹翻在地 女子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而是起身对着士兵连连道歉 可这并没能得到士兵的原谅 直接将她一天的劳动成果都给没收了 很快就轮到小帅和好友了 小帅十分紧张 虽然自己捡到的都是干木材 可是自己身上还有刚刚采摘的蘑菇 就在小帅检查时 士兵发现身后背着的包 直接拿在手上 一股脑袋将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 士兵发现只有锯木头的工具 和几颗小蘑菇并没有说上 小帅这才松了口气 殊不知 士兵每天都有大鱼大肉 根本不稀罕小帅的这几朵蘑菇 生活还得继续 母子两人又在房间内 吃着剪柴换来的一点薄粥 同样好友又在这个时候 站在外面呼唤着小帅 面对好友三番两次的 故意上门讨一口粥和 小帅彻底怒了 直接呼喊着让好友先走 面对小帅这种自私的做法 母亲感到很生气 狠狠地斥责了小帅一番 不能这样对待好友 小帅满肚子委屈 也在这一刻全部倾诉出来了 他即便有这样一位要好的朋友 但每天上门来蹭母亲的饭吃 那本就吃的不多的母亲 要是饿死了怎么办 这个家庭中 只有两人能相依为命 要是走了 他还能依靠谁 说完便拿着包离开了家 面对小帅的倾诉 母亲感到很无奈 却又没有任何办法 来到山上的小帅 这次彻底和行友绝交了 他一个人上到深山中捡柴 却不料刚捡好一天的柴 滚落山下 小帅见状想下去捡 却尸足滚下山坡昏迷地过去 傍晚 卖完柴的母亲 都会到半山腰接应小帅 不料这次等到了深夜 却没看见小帅的踪影 母亲焦急万分 去到警局报案 可警察却说夜已深 等明天拿好的资料 再过来这边报案 寻找夜未过的母亲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 她已经一天没有进食了 为了能填饱肚子 她将米全部倒在碗里 随后拿起米袋 一遍又一遍地清洗 很快 一盆米汤就出来了 母亲举起盆子 大口大口地吞咽着 勉强有些饱腹感后 母亲继续到深山中 寻找小帅 而摔下山坡的小帅 也在昏昏沉沉中 醒了过来 不过他的脚 却被摔断了 他也因摔下山坡而迷路了 小帅拖着受伤的腿 背着笨重的柴油 慢慢地向山下走去 走了一天一夜 依旧无法辨别回家的路 母亲四处寻找污果后 只能来到警局坐着 等待警察带来好消息 但他也实在饿得受不了 见到里面的看守人员 争大块朵鱼地吃着碗里的肉 时不时还将一块肉 挑出来喂给狗吃 真正展现了 人连一只狗都比不上 又过了一天 小帅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了一件令他高兴的事情 那就是他这一路下山 已经来到之前 标记蘑菇的地方 小帅摘下一颗又一颗的蘑菇 往嘴里塞 添饱了肚子 而在家中的母亲 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 他实在忍受不住 长时间的饥饿 拿起米就往嘴中塞 这样才能让他 勉强又能支撑下去 这个男孩已经失踪了四天 进到屋内 直接就躺倒在了地上 他浑身是伤 还发起了高烧 家中不仅没有药 更是没有了半点余粮 母亲伤心不已 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和儿子度过难关 到了清晨 母亲只能带着之前 还剩下一点 没卖出去的柴火 上街变卖 可街上的人 不仅不买他的柴 还直接将他推倒在地 更让人绝望的是 锦上的柴 还被一个小孩 直接给抢走了 他绝望地回到家中 和高烧的儿子 躺在一块 几天没吃饭的母亲 开始变得神志不清 站在窗前 迷迷糊糊地看向窗外 像是发现了 什么好东西一样 欣喜若狂地 向屋外跑去 很快 母亲从外面 带回来了一包东西 里面装的 竟是一堆黄土 这也就是开头 饿到神志不清的反应 母亲丝毫 不管儿子的阻拦 一个劲地 往嘴里塞着黄土 甚至看见 照片中有食物的身影 他也直接拿起来啃食着 渐渐地 肚内有了饱腹感 他在昏昏沉沉地睡去 到了第二天 母亲早早地 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身前 有一条狗 闯入家中喝水 这让母亲两眼放光 因为这条狗 就代表着 他能吃一顿饱饭 他慢慢起身 静悄悄地向狗靠近 当狗警惕地看着他时 母亲还会示意狗 继续喝水 见到狗 慢慢放下戒尾心 继续喝水后 母亲悄悄地 拿起一旁的碗 紧接着 又一步一步地 向狗靠近 一下并未能砸中狗 见到狗灵活地 躲开自己 他不顾一切 直接上前扑到狗 见他死死地 按在地上 为了让小狗 不再反抗 他抄起旁边的赶面杖 一下一下 敲击了狗的头部 没一会儿功夫 鲜血流满了一地 狗也慢慢没了气息 饿坏的他 直接将狗 放进锅里煮熟 随后坐在原地 大口大口地 享用美食 也就在这时 小帅好友 看见好几天 没生气的吹烟 今天又生了下 还闻到了肉的味道 站在原地 犹豫了许久 还是走了进去 然而却看到了 永生难忘的一梦 只见小帅的母亲 手中拿着啃的 竟是从小帅身上 肢解下来的肉 这一切都是母亲 饿到出现幻想 所导致的 在他的幻想中 看到的是狗 闯到自己家里喝水 实则是发着高烧的小帅 拖着疲惫的身躯 去喝了几口水 他却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这是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从影片中的最后一幕 仍然看得不寒而立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饥饿 才会让一个如此 心善的母亲 活生生地 将自己的儿子吃掉 我们很难体验到 那种饥饿 或许人饿到一定程度上 真的会出现这种幻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 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再见